沙拉越旅游与表演艺术部长阿都卡林抨击 建议强制公务员使用马来语的惩罚措施 并形容此建议很荒谬且很愚蠢 他告诉网媒自由今日大马说 英语是属于商业和交流的国际语言 英语也是我们的第二官方语言 在政府事务和州议会中被广泛使用 他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公务员使用流利的英语 而不是因此受到惩罚 精通英语并不会削弱我们作为马来西亚人或马来人的身份和特征 另一方面 一群由高职位前公务员组成的马来精英组织G25 也抨击这项措施 认为应加强英语对马来西亚的重要性 连联邦法院前首席法官敦阿都哈密也曾发生 指我国可以强化和巩固马来语 但不应婴儿造成马来大学毕业生的英语水平下降 这种情况之前曾经发生 让他们难在跨国公司或大律师楼找到工作 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 扎西女儿努鲁西达雅发表女性权力言论的视频 在网络流传 由于言论不当引起争议 她在TikTok上的一段23秒视频中说 女性不是天生的领导者 而男性才是 她一字不漏地说 我不认为女人是天生的领导者 男人才是天生的领导者 所以 我认为关于人权和女性权利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权利 因为我们都是人 该视频在TikTok上已超过4万次观看数 同时在推特上发布 也已经超过10万次观看 由于努鲁西达雅 不清不楚的言论 让人听得很费解 引起歧视女性权利的质疑声 认为努鲁西达雅提到的 女性领导力与权利之间 没有直接关联 不管是男人或女人 都可以当领袖 也可以拥有权利 为什么要胡说八道 大马民主联合 阵线Milder主席兼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 在推特上直言 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要低估女性的领导能力 现在是2022年 这种过时 且麻木不仁的想法 早就该摒弃了 行动党资政令 吉祥政治秘书杀利战 左汉也发推文说 努鲁西达雅的言论令人费解 他写道 这与英语或语言无关 而是他如何表达 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当然 这只是一个短视频 但是在视频中 他想说神妖 他尝试提出的观点 到底是什么 另外 努鲁西达雅 也在另一段视频 赞扬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安华 说他很会甜言蜜语 尽管自己的父亲和对方 来自对立政党 但他表示 对我来说 安华 他很会甜言蜜语 Sweet Talker 你知道吗 当你和他交谈时 总会有正面的事情 我发现 他很温柔体贴Sweet 他是个体贴Sweet的人 国阵今日欢庆 48周年纪念 官司缠身的前首相纳吉 提醒首相伊斯麦莎 比里尽快全国大选 他在致辞时透露 国阵正处于 高昂的士气和状态 因此若拒绝在 最有力的时刻举行 第15届全国大选 可能会导致选情出现 不可预料的变化 他说 自己理应在2017年的 东运会后举行 第14届全国大选 但却受到特定原因 迫使推迟大选 至2018年举行 最终导致国阵丢失政权 如果在东运会后 举办大选 我们有很大的 可能取得胜利 但因为受到特定原因 而展颜大选 最终导致 情况出现变化 纳吉表示 在野党正处于混乱的局势 国阵必须把握此良机 公正党党选 只有12%的投票率 祖国斗士党 已经被柔佛州选拒绝 土团党在柔佛州 选址剩下两个议席 一党的支持率已经下降 行动党也是被拒绝了 国阵虽然也有自身的问题 但却比他们更加稳定 针对巫统领袖的施压 昨天才说好 不会急着在短期内 举行大选的伊斯迈 惊天宇带双标 并指一旦国阵 准备就绪迎接大选 他将立即解散国会 只要国阵 做好准备应对大选 我连一秒钟都不会拖延 立即解散国会 他表示 会遵从巫统代表大会上 所同意的 跟国阵领袖讨论此事 他认为 为了应对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国阵必须做好准备 他也提出 共同落实三项工作 即国阵必须努力实现 一流的工作文化 迎娶明星 以及制定策略攻势 以赢得大选 西蒙主席理事会 不同意首相重新推荐 消费税GST的建议 该理事会指出 由于受到冠病疫情影响 目前通胀率越来越高 人民深深感受到 生活成本增加 家庭收入减少 西蒙主席理事会 今天发文告 重新推荐消费税 将导致物价暴涨 若再加上供应链问题 及新精煤增加 人们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目前 政府的行政 尚未从一个 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 摇MDB丑闻中 恢复过来 马来西亚在国际透明组织 贪污印象指数排名62 以及在经济学人裙带资本主义 排名第二 在无法证明 政府的行政改革 及提升取得成功之前 向人民征收更多税务 是不合理之举 文告指出 如果最终因为贪污 披露及裙带主义 而浪费人民的钱 征收再多的税务 也无补于事 西蒙主席理事会提醒首相 大部分国民 在过去的全国大选 已拒绝消费税 只要各种问题 继续困扰着人民 西蒙都不会同意 重启消费税